我们进得去吗 我们进得去吗 不刚走吗 你又来了 刚才我的同事遗漏了几个细节 我们回来再查看一下 我跟你说 我们这儿呢都是正经人 别老抓这个抓那个的 做别的有罪吗 我们想看看谜题 不抓人就行啊 洪洪 在那边看个谜题 你们点 我现在就去帮你们拿 你们先去办公室里等一下 谢谢 你好 社长 请坐 谜题都是从这里面挑的 这全都是啊 嗯 那你们是怎么筛选的 我都是随机抽的 好 好 什么 你再说一遍 走 走 静一静 把手头事都停一停 宣布个事啊 有读者发现 咱们报纸每期的谜题 就是脸谱杀人案的预告 咱们要做大新闻了啊 给我准备头条新闻 这可是老天爷给咱们的大好机会 干掉隔壁的报社 咱们是指日可待 但是 时间就是金钱知道吗 时间就是金钱 你这干什么呢 看了张天下已经当然来这儿抓过人了 谁这个 谁这个 这个鸡贼之前看过小哥的话 会报社所有作品都抓了 他都抓错了 那我们 走 来 姚飞 等一下 干吗去 你好 那个我想寄东西 谢谢 这没邮票没邮车也没地址 这种信一般人不会寄的 这是给黄编记的是吧 对 直接扔那个投稿箱就行 直接搁在黄编记的桌子上也行 那不行 那一般人进不去 社长 你们所有的员工是不是都在这儿了 对啊 你们不能再抓人 再抓人就没了 是是是 我还得出稿了 那除了员工之外 还有谁可以出入这个报社 还有个外聘的保洁 每周日来一趟 对了 咱们这个谜题排版日期 都是什么时候 也是每周日啊 不是说过吗 大侦探 你来晚了 他不是什么时候 我当然知道他不是 但是他跟凶手 有过直接的接触 上两周的周六 有人花钱 主动替马铭去报社打扫卫生 你还没有 那个就是我要找的人 凶手花钱替马铭去打扫报社 以便调包谜题 编辑在排版的时候 总是会选几个备选 而这个时候就是他下手 调包最好的时机 编辑并不在乎最终的内容 只是完成任务 给马铭的这个匿名信上 没有任何的信息 很难从马铭的这条线索上 找到他 谜题 匿名信 凶手为什么要预告的方式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你看这每个人画的脸谱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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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谱杀人啊 凶手还会再动手 对了 张天孝肯定会见识骂病 明天我们直接去报社 明天我们直接去报社